中国跳水队,中国跳水队的心情,我要回到我的家乡广告。 新周期,全红禅迎来了职业生涯最低谷,最困难的一个阶段,也是每一位跳水女队人必须要经历成长发育期,在这个阶段,女运动员身体快速发育,身高体重身形的快速变化,需要重新适应自己的身体来更好的更合理驾驭自己的身体后,才能够让自己呈现出更完美的一面,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也因此让全红禅新周期连续输给陈芸汐,表现一度低迷丢管,让大家也都为全红禅捏了一把汗。 其实,全红禅新周期想要突破瓶颈,最主要还是要克服心理观,除了日常刻苦训练之外,更多的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调整心态,不管是教练人的心理疏导,还是自己的努力调整都很重要,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专注,千万不要泄气,也不要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, 更不要分析一些其他的事情,一定要专注好训练和比赛,相信全红禅一定可以度过职业生涯这个最艰难的阶段。 临近巴黎奥运会之际,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,目前来看新周期,全红禅肩负着巴黎奥运会上冲击双金王的重担,全红禅这个时候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。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,全红禅却在近日上午10点更新社媒官宣了一个意外决定,全红禅宣布自己将会返回到家乡广东,成为某知名品牌水的代言人,并且会在直播间亮相,给大家介绍该品牌水的工厂水源地等情况。 其实,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,在快速上升期,更多的还是应该专注训练和比赛,这个时候来进行直播和接品牌代言,确实有些突兀,但肯定是得到了周介红和跳水队批准的,否则全红禅不可能自己擅作主张。 在全红禅社媒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,还是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祝福,希望能够在直播间与全红禅见面,我们也希望全红禅劳逸结合,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放松之后,回到训练场也可以保持专注,争取在新周期带给我们更精彩的表现。